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2006的特色戰隊 轟轟戰隊的大冒險者系列的大冒險 轟轟戰隊冒險者的大冒險合體 分別是編號1-5的五款載具 然後可以合體成所謂的大冒險者 然後... 這個是所謂的特色戰隊系列的30週年的作品 這是第30部作品 然後五款車款分別是這一款 先介紹這個比較小的比較好介紹 這個是編號0-4的轟轟 挖土機 還是推土機 對 側面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子 後面是這樣子 可以看到它下面 我本來以為它履帶可以動 但其實履帶不能動 但可以注意看到這邊有四個小輪胎 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滾動的 這點沒有問題 然後前面這個鏟子的部分 它是可以旋轉的 這邊有兩個關節是可以動的 這點還不錯 這樣算起來真的以前的戰隊好像... 在可動性上啊 巧思上 我覺得比較... 有在做巧思啊 你越往現在走真的是 現在組裝上越簡單啊 然後上面這一個很像武器炮 火...那個...火神炮的部分 也可以旋轉啊 但好像拔不起來啊 我剛剛有試的想要把它換換看好像不行 底部這邊則有個插銷啊 這是到時候合體時要用的 後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這是編號04的啊 然後再來這一個是 黑色款的那個轟轟賽車 轟轟賽車這一款 我就必須講 它這一款真的就是單純的 我覺得好像可有可無啊 因為它其實在大合體的時候 它只是做一個胸甲的功能啊 正面...上面看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 轉移圈 然後有六個輪胎都可以動 沒有問題啊 然後從底部來看可以看得到 這邊有一個... 比較多的塗裝這邊 其實這邊就是所謂的... 胸甲的部分啊 它轟轟戰隊的這一款 車款這一款 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的... 可動性啊 它只有在變成胸甲時 我覺得有其作用啊 這是編號02的轟轟賽車 黑色 然後這一個是編號0幾啊 這是編號03的轟轟直升機啊 轟轟直升機的話 旁邊這兩個 這個...所謂的... 螺旋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 其實是不能動的啊 只有圖案而已啊 這點有點可惜啊 但轉過來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邊有四個小輪子啊 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滾動的 這點是還不錯啊 然後其實注意看到 上面這樣有個像火箭炮的部分 其實... 是可以... 是不能旋轉的 但它到時候其實這邊可以看到 這是它所謂到時候的頭盔的部分啊 然後這兩個螺旋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折起來 跟往下折的啦 就看你個人 底部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轟轟潛水艇啊 轟轟潛水艇就是粉紅色加白色的設計啊 然後是編號05的啊 上面看這樣子 前面是... 側面這樣子 前面是這樣子啊 然後所謂的... 爪子的部分 它是可以旋轉的啦 但它並不能拆下來什麼的 拆下來可能要需要另外一個角度 後面是這樣子 上面這樣 這是所謂四個編號2到4的部分啊 然後再來是所謂的最主要主體的部分啊 可以看到... 主體的部分跟其他幾款比較起來就可以知道 主體真的... 紅色這一款編號01的那個... 部分 其實是最大台的一台啊 然後側面這兩個 則是一個... 它的武器啊 先把它拆下來 側面這個則是鏟子 轟轟鏟子 跟轟轟十字鎬 這樣子 然後... 到時候大合體的時候 這兩把 則可以合體 合在一起使用 可以合體成這個樣子 側面這樣子 轉一圈 變成... 轟轟... 巨劍還是什麼的 我們不是很清楚啊 然後轟轟的... 編號01這一個 欸他01叫什麼 01叫做... 轟轟 欸...等一下喔 他叫轟轟砂石車啊 我一直把它記成轟轟推土機 轟轟砂石車啊 側面是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子啊 就我們一般 在那種... 大型工地 才會看到那種... 再殺死用的那種... 車子啊 後面是這樣子 底部是這樣子啊 轉一圈 然後這邊有01 這邊則是剛剛拿來... 裝那個... 武器的卡榫的部分啊 這裡跟這裡都有 然後這兩個部分 這可以抬起來啊 就看你要不要把它拱 或扣 都是可以的 然後可以看到 前面這邊輪胎的部分 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 然後組裝其實 變形所謂的轟轟 大冒險的方式 其實也很簡單啊 就把所謂的腿的部分 往下一壓 往下一撥 這樣子 就是原本... 部分 這樣看起來就好像 有一個人型啊 人型的部分 然後... 這個 所謂的車頭部分 車頭部分這裡 一撥 然後... 往前旋轉 這是往後旋轉 往後旋轉後 再把... 車子的部分 往下一壓 往下一壓 這樣基本上就... 編號01的轟轟殺死車的部分 就算變身到一半了 然後前面車頭 車剛剛腳... 呃... 現在變成腳部的部分 這邊則是這個... 這邊原本是哪裡啊? 這邊原本是底部的部分 這邊打開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裡面 有紅色的另外一個卡榫 這邊有個... 插銷 把它打開 打開 則會變成所謂 腳... 肩... 嗯... 膝蓋護...護甲的部分啊 這邊也是 變成這樣之後 基本上... 腳部的部分 上面的部分 就變身完成了啦 然後... 當然也可以把它分開啊 腳部分分開 然後... 就... 這邊可以... 這個有關節啊 可以旋轉 這是... 轟轟... 砂石車的部分 然後... 再來就... 各自的... 上半部的變身啊 上半部的變身 先變成所謂的... 右手的部分 右手的部分 則是原本的編號林氏的轟轟... 推... 欸... 推土機... 對... 先把所謂的鏟子部分往上抬啊 然後這邊... 車底跟車... 車子的車底跟車上部的部分 往上一扣 扣上去... 後 這樣子基本上... 就... 變身完成了 然後... 這邊的拳頭 往外一撥 就可以看到右手的部分 就跑出來了啦 這是... 右手的部分 然後這邊... 鍋... 我會把這個... 發射台的部分往前啊 然後這個... 鏟子的部分則往下壓 像這樣子 這樣比較像一個右手啊 側面這樣子啊 可是其實這就看你要不要怎麼變啊 我覺得... 其實差不多 然後這邊這個插銷 變成剛剛前輪的插銷 這樣直接扣進去 這樣右手就完成了 然後... 左手... 左手更快啊 左手就是編號05的轟轟前睡點部分 直接... 後面這邊原本推進去的部分 往前一推 它的左手部分就跑出來了 然後這個... 夾子的部分 往側面一轉啊 變成... 有點像肩甲的概念 然後這邊就直接... 扣進去 這樣子... 左手就完成了 然後胸甲其實更快啊 胸甲就是... 它直接這個... 這一個... 後面原本的噴射器的插銷 往後一拉 它輪胎... 從這邊看比較明顯 它輪胎... 四個輪胎就會扣在一起 然後這一個原本這邊 是用這個插銷去把它固定住 比較不會晃的 這裡有個插銷固定住 不會晃的 它現在打掉後 這個所謂胸甲的部分 往前一扣... 扣上去 這樣就變成所謂的胸甲完成體啊 然後這邊這個插銷 這邊剛剛底部的插銷 跟它剛剛胸口的這邊這個插銷 做連結... 扣上去 到這樣子後 基本上變身就幾乎完成了啦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 編號03的轟轟直升機的部分 後面這裡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啊 不能太用力 不然我覺得像剛剛那樣子 我覺得有點緊啊 分開後 頭盔的部分旋轉上去 火箭兩桶旋轉上去啊 然後就直接裝上去它的頭盔 然後就組裝完成 頭盔的部分 然後直升機原本的部分 就往上一撥啊 轉過來 可以看到原本的... 車子... 轟轟殺死車的那個... 駕駛座的部分 則變成在背後嘛 然後就這樣直接給它... 欸...奇怪喔 記得有一個角度可以扣上去啊 怎麼突然間扣不上去 好扣上去...扣上去後是像這樣子啊 扣上去後就完成了 轉一圈 我還蠻喜歡其實轟轟大冒險這一組啊 因為它塗裝其實... 相較於後面我覺得太過於像玩具了 它這個系列反而... 06年的我都覺得還算不錯啊 你看底部的塗裝... 側面的塗裝真的都... 還蠻好的 還有點電鍍的痕跡啊 其實都還蠻好看的 側面是這樣子 底部是這樣子啊 然後它其實後面這邊其實... 到時候它還可以跟其他組合體 轟轟戰隊這一組大冒險其實也是... 在所謂的動物戰隊出現的時候 之前所謂的最多合體記憶體的... 單向合體記憶體的保持者啊 十個一起合體 底部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前面這樣子 然後武裝的部分 轟轟拒件就直接讓它拿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啊 然後可動性來講 腿這邊是可以動的 腿這也可以動的 跟現在很多腿都不能動比較起來 我覺得它腿這邊... 骨關節這邊可以動以外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關節可以動啊 這點還比較好一點啊 然後如果你要是怕它站步的話 其實把它兩個腳合起來也是可以啊 這點沒有問題 然後手的部分 一樣可以這邊... 這個所謂的肩膀的關節是可以動的以外 因為它們的合體的關係 所以它們這邊其實多了一個... 所謂的這樣可以折的關節啊 所以像它之下... 可以做出一點更多的姿勢啊 像這邊也是 兩邊都可以動啊 可以更... 往胸口... 擺動這樣子 從上面看這樣比較明顯 從上面看是這樣 然後底部這邊就是這樣子啊 雖然這不是說它很標準的關節 但... 我覺得反而多這樣一個關節後 擺姿勢上... 反而比較好看一點啊 然後武器如果你不讓它拿巨劍 其實也可以把它分成兩把讓它自己拿啦 像這樣 側面這樣 然後頭部的部分比較可惜啊 頭部部分... 我們本以為它可以... 它的... 聲光什麼的可以跟著動 但沒有發現它沒有聲光什麼的動 但是它的頭卻可以跟著動啊 可以注意看它的頭的部分有跟著動啊 這點還不錯 所以它可動性來講 我覺得它可動關節相較於其他幾款 後期的啦 它可動性是... 我覺得越早期的戰隊 真的好像可動性比較好一點啊 這是2006年的轟轟戰隊的大冒險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購買啊 大概兩千多塊就可以買得到 算是還蠻便宜寄人的一款 我們可以去找一個大家的攻擊